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历史百家。 在经历了前后总共三天的听证会后, 被美国方面指使加拿大政府逮捕的中国高科技企业华为的高管孟晚舟, 终于被加拿大法庭准许了保释。 然而,为了获得保释,这位华为公司老板任正非的女儿, 将不得不遵守16项条件。 根据加拿大媒体的报道,这16项保释条件中最核心的内容是, 她将不得离开加拿大,只能在温哥华市以及周边很小一部分邻近。 拿大多伦多星报记者的庭审直播另外, 孟女士还将缴纳总共1000万家人的保释金, 其中700万必须是现金。 她还将有大约5名左右的担保人, 负责共同监督她旅行保释条件。 当然,耿直哥清楚, 在很多国内的网友看来, 这个限制条件极多写极为苛刻的保释方案, 本身已经是对孟女士的变相软禁了。 但大家别忘了这个条件, 是孟女士的律师, 于昨天的听证会上先主动提出的, 因,为加拿大的控方, 原本是想把她继续关在拘留中心的。 最多也只是允许孟女士被软禁在她在加拿大的住所, 哪都不许她去。 所以, 虽然这个保释, 结果在中国网友们看来与真正的自由相差甚远, 在目前棘手的现实面前, 这恐怕是孟女士唯一一个不太差的选择。 这大概也是为何法官在宣布同意保释后, 听众席上会响起热烈掌声, 而孟女士本人, 则一边擦拭着眼泪, 一边对丈夫露出微笑的原因。 而且根据孟女士律师的透露, 她本人也已经想好了该如何打发这段时光。 去位于温哥华市内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上德商学院攻读博士学位。 截图来自加拿大多伦多星报记者的庭审直播最后, 如果美国政府正式向加拿大方面提出引渡申请, 那么接下来, 孟女士还将与美方就引渡仪式在法庭上展开交锋。 而由于这类交锋, 往往会持续数月乃至数年, 这也就意味着, 孟女士可能还将这样被扮软禁在加拿大很长一段时间。 但如果美国方面, 在明年1月8日, 没有提出引渡申请, 孟女士就将直接重获自由。